国定假日车祸不断 一辆在彰化市东外环道路 疑似是驾驶打瞌睡晃神 没有看见前方工程车的警示灯号 直接的撞击一名正在修剪花木的工人 58岁的男子双腿被夹在轮下 即使紧销迅速的救援 松衣后还是不知身亡 这辆货车从台中开往花坛 疑似驾驶晃神 没有注意到前方有施工单位正在修剪花木 在没有刹车的情况下 直接撞上有指示灯的施工车辆 后方驾驶受到惊吓也赶紧停靠路边 这才发现正在修剪花木的58岁工人 下半身双腿被夹在货车车底无法动弹 胸腔也因为大力的撞击不停的出血 直到警销赶到用破坏剪剪开车体 才把伤者送医 撞骑力量强大 造成严重的内出血 经送医后 那个已经宣告不治 警方表示 驾驶经过酒策 没有酒精反应 排除酒驾行为 怀疑是晃成打瞌睡 来不及刹车 直接撞上工程车 酿成了这起不幸 记者金为中 赵建林 彰化报道